哈喽的好 大家好 我們繼續來欣賞一下這個五家大戰 五家戰鬥 有人打開五家戰鬥 我們看一下這邊是極昏 極昏中野鷹 還有對抗鬼燈水月鷹 我們看一下這兩個人打誰厲害 一個叫面麻 一個叫仔仔 從野鷹開始 停的奔跑 一開始就開始四處奔跑 最方的1 是吧 把對面的那個鬼燈水月開始亂射 然後丟了個水龍卷 春野鷹還很冷靜啊 他被那個給劈了一刀 春野鷹呢 春野鷹的範圍還是挺廣 然後一個噴聲 這下好了 這下麻煩了啊 這個鬼燈水月盡量被春野鷹爆打 看來這春野鷹的走位還是非常好 再來一趟啊 誒 昏森沒騙到啊 哇 躲過技能 然後又一個掃射 水龍卷 把他的路線給封了 然後過去 一個昏森 這下麻煩了 春野鷹要被告咒了啊 這要被虐好幾秒 好 這下該春野鷹還鎖了 再來下 誒 他有兩秒鐘 可能預怕沒中去 不過也夠了啊 就是把他給耗死就可以了 不需要冒那麼大風險 對啊 這樣子其實結果還更好 我們來看這春野鷹三尾 裡面的三尾 是如何操作 一個閃電 哇 一個再一個二技能 一技能沒加到 分身 分身 為什麼不會分身 好 這個傢伙想騙他分身 哇 直接上大招 可以連二技能 哇 雙方都在開大 哇 春野鷹 尷尬 哎 沒爆打 但是 但是春野 哇 他這個 三尾技能 追得好遠啊 現在去看春野鷹能不能抓到機會 哎 沒抓到 為什麼不用分身 啊 沒有時間分身了 其實這傢伙還挺溜的 走位挺好啊 要再 再運氣一下好一點 基本可以創三了 我看 先丟了個鬼燈籠 啊 現在吸這個服 一個鬼燈籠居然都能把他給炸倒 這傢伙 是不是傻 哎呀 自然的被拉過來 三尾 三尾的連招好溜喔 不怕怕 沒有爆到 哎 完了啊 三尾的技能 遠距離 不怕他的鬼燈籠 哎 哭了 昔日紅 他剛剛剛剛不會分身 哇 這這傢伙好像是 他的三技能好像是會跟著跑頓的人走 你不跑的話 他反而不會跟你 哇 這套技能對三尾給打得這麼長 哇 這三尾超過六啊 如果這個阿斯瑪再不怕他打敗的話 估計就贏回來了 分一個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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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過來 應該騙了分身 他二技能還沒丟 丟個二技能 消塔 消塔 等待機會 這時候可以消了 還沒消到啊 怎麼跟阿斯瑪的那個二技能放回 變 變短了 哎 分身又起來了啊 完了 這個阿斯瑪要尷尬了 哎 這也沒有露起來 就等待機會看看有沒有機會啊 這三尾走位還挺好 他一下都沒打到 好尷尬 阿斯瑪好尷尬 他這個在三尾四方二技能的時候 千萬不能動啊 一動 完了 阿斯瑪要退 阿斯瑪就這麼玩了 哎 保護狀態啊 看有沒有機會 方法 還好 還好 要不然阿斯瑪就掛了 你知道阿斯瑪能不能打敗這個村人 雙彎其實技術都很溜啊 哎唷 剛誇兩架就不行了 阿斯瑪死了 呵呵呵 一個大招直接秒掉 哎 可憐阿斯瑪 原先的村野啊 集荒村野印的走位還很好啊 但就是 被三尾打的啊 因為希日紅 希日紅感覺他操作不是很好 其他還可以吧 好啦 那我們就先看到這裡啦 覺得他們兩個打的如何 歡迎大家收看阿斯瑪呢 那我們下次見